您的会 liquigtum! 您对ayı选择kole 好,就回到律师公会给大家提到的 我是想问一个关键问题 你听说这个是不是已经 Final 了 他还有什么别的管道去提出 技术上是 Final 因为已经到联邦法院了 但是还可以有一个最后一招 就是我们所讲的 Judicial Review Judicial Review 就是要一个更多人的法官团 来判这个 来再重新听过这个Case 就是在现在的联邦法庭有五个 五位法官 现在假如你要一个Review的话 一个Revision 你就需要一个七个人 一定要反书 说五到七 所以要七个人的一个法官团 对 问题在现在所听这个Unholder Case的法官团 其中有两个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两个法官的 一个跟二 第二的咯 所以 剩下就是 Chief Judge 马来西亚和Chief Judge 沙巴沙拉瓦 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跟另外五个联邦法庭的法官来重听过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在过去的话 意义上看 之前有一个 没有七个人 但是有五个 因为以前我们联邦法庭总法院是有三个 跟上诉庭是有三个 一样的 三个法官 所以当那个Case 三个法官判那个被告输过后 那被告就 发了一个 Judicial Review 这个一个Revision 不是 Judicial Review 一个Revision 然后就请来 请来 五个 重新检视那整个判决到底是 需不需要被推翻 或者怎么样 对不对 因为再多两个人 就有另外一个 我们所讲的一个idea 一个单数 至少可以投票的时候 至少有一个五对极 或者三对极 因为三个 三个里面 你可以中间 最大那个可以说服一个 就可以跟他的判者这样走了 所以说服一个人 现在假如是五个的话 最重要的那个人 要说服两个 最少要两个 好 理解 这样其实蛮长的一个程序 其实我要问的一个 大家都会想要关注的说 安华入狱之后 有关行动党跟伊斯兰党 所个别的一个分针的话 究竟谁能够做出一个 适当的人选去做协调协商的角色 派法你来看 对我来讲 这个地方选举跟异刑法 对我来讲只是一个政治操作 就是说 行动党必须要向他的支持者交代 伊斯兰党也是一样 对 可是如果我们从选举制度来看 就是好像一个游记规则的话 在我们这个单一选期相对多数字之下 最后都会有两个阵线出来竞争 因为没有办法 你如果是小党的话 你没有办法在这个选举里面生成 去争取那一个 所以就算这两个课题 就算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我记得经过这么多年来 大家都知道这个两个阵线竞争是可行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对行动党来讲 这个地方选举它的优先顺势 并不是那么重要 就是说他不一定要说没有地方选举 选民就不要支持我 就是说可能是一个政治操作 他可能要兑现一下 可能选民说 你们怎么没有兑现你的证件 所以还是一个兑现承诺的一个举动 可是如果不成功 他也不会怎样 至少他有去做 那异刑法对我来看 可能也是同样的东西 政治操作对我来讲 所以最重要的是这三个党 大家有共识的地方 如何去加强 那其实以你这样看的话 其实安华会不会是 两党当中是最能够有能力去安抚 跟去做协商的一个角色 那么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纷争下来的话 到底是不是没有一个解决方案 会不会到头来只是一个 被扫入地毯的一个举动 所以我说明年三党要有一个公司 如果他们没有组成一个阵线的话 他们下一届大选是又回到从前 就是一样 就是你再混合选期是一定输的 那么YB公司有吗 在这边 其实都有公司 问题上我 我稍微不以我政党的身份来说 我可以承认这两个课题 其实是要面对自己各自的支持者 所以这两个课题不是主轴 也不是决定是否两党可以不可以合作的主要原因 而且我不觉得安华是两党的终结 今天当然在还没有成立这个阵线的时候 安华的爵士很重要 因为好像要人入股 你现在在早的时候 你那个推销员要有非常的有好的说服力 但是你入了股已经拿到分红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一个推销员来告诉你 这个入股之后会有这么好处 所以现在我想的三党都看出两线制的那种竞争 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 正常反正是两党都对选拟交代了 但是此时此刻却出现这样的一个课题的时候 这个课题是主要 我想要承认这个是向选拟交代的其中一个动作 做完了之后继续会做的 就是这样吗 雪明也是要安护的 雪明也是这样 至少他觉得没有努力 我不太明白是怎么说呢 不 我就觉得是同样的 这个武统肯定在定家 在吉兰丹 说你常年一直说你要实行伊斯兰行事法 现在我们武统同意啦 你们是不是有诚意去实行 现在如果伊斯兰党家告诉他们 现在我们的行动党朋友告诉我不要实行 所以我不再实行了 这样他很难跟他的选民交代 为什么你跟一个新的partner 那么你把你自己原本的招牌也要背去了 那么他又说即使是我的盟友不赞成 我也要尽一点努力去做 那么就显示出我没有放弃我原本的纲领 所以我想这个动作是有必要的 那么当然我也是觉得这个课题 不管是伊斯兰行事法还是地方议会 这个课题是多一百年还是会辩论的课题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